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乳牛肉 那牛肉要乳的入味又省力 就需要时间 那用上半天朝上或者隔夜更好 那最好用的部位呢是牛腱 大腱子小腱子都行 因为牛腱筋多 吃起来绵绵的 再有呢筋攀着肉 切片的时候不容易散 首先把大腱子肉洗干净一破碍 那如果是小腱子呢可以先不破 拍一块姜 大火给它煮开先 煮开后加些料酒 再小火滚个几分钟才好 那刚才好牛腱是条状的 那煮开后呢它慢慢慢慢就团起来了 那如果牛腱够大你可以再给它一破二 等换好水以后 那就算煮了三五分钟 牛腱破开后可能还会有一点血水 因为它厚 那如果你在意的话呢就用清水冲一下 然后我们换一个砂锅 因为乳时间要长 砂锅不会有腐蚀 放清水鲜 那你掌握这个尺寸 一般来说两杯水 你放一个tablespoon的生抽 再一个tablespoon的老抽 半个tablespoon的糖 加少许盐 然后放个两片月桂叶 一个小小的白果 还有一颗小小的八角 那前面两样呢 如果你不常用 可以不花这个钱 但这个要放 才会更有香味 盖上盖子 大火让它煮开 那人不要走开 你如果走开一缓缓 说不定你就要用几杯的时间 来搞清洁 煮开后呢 我们用筷子 把它们动一动 然后转小火 给它焖煮 焖煮大约大半个小时这样 我们用筷子 这样用力能够穿过去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不要煮的太烂 那太烂的话呢 待会切片 切不了薄片 那途中呢 可以翻翻身的 关火后呢 我们就把它静止在这个状态 隔锅也最好 那大夏天呢 最好能放冰箱 那当你再打开盖子的时候 上面会有一些薄薄的牛油 那我们可以把它拿掉 顺手呢 给它翻个身 再煮一开它 那煮开后 肉拎出来就清清爽爽了 这锅卤水 现在是真的好香好香 如果你想物尽其用的话 就可以放些什么东西 乳一下 像豆干之类的 我是喜欢放几颗白煮蛋 那再煮开后就关火 因为它壳已经去掉了 很容易入味的 放过夜 就是美美的乳蛋了 那牛肉完全冷却后 我们切片 那如果你嫌太宽 就一破二 太宅的话呢 那个刀就斜过来切 这样就会变大片了 那切好后呢 就把它推倒 这样斜着装盘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